今年的瑞芳区的艺文活动真的是超级多 新北市政府还将要在瑞芳车站 四角亭 九份等特定的区域设计专属的艺文活动 安排知名的艺文团队带来精彩的演出 要让游客在怀旧的音乐 还有浪漫的氛围当中 感受到更多的文艺气息 在19号的记者会上 市府文化局表示 瑞芳黄金三层曾经留下的人文风情与旷野地景 吸引各地的艺术家 摄影师 电影工作者 歌曲创作者流连忘返 近年来也成为电视广告 纪录片创作的天堂 水晶九地区已经从矿业之都 逐渐蜕变成今日的艺文重症 欢迎大家到瑞芳来欣赏美景听好歌 来一趟瑞芳 大家一定会感受她的感性跟知识之美 那这次的活动总共有四场 那分别在瑞芳火车站 以及四角亭还有声名戏院 那有音乐 有歌唱的表演 还有舞蹈 还有音乐的欣赏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合家一起来到瑞芳 来享受三层不同的人文风貌 瑞芳区长林黄元表示 今年活动以采药瑞芳新火船为主题 让参与民众从艺术活动中 重温过去质朴的生活 回到年轻时代的纯真年代 节目精彩可期 今年又比往年又更精彩 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第二场是在我们的吉安宫 每场活动主办单位贴心准备的精美礼物 将以有奖真达的方式送出怀旧主题 精美马克杯以及实用美观的残剧组 在7月19号以及8月3号场次 更准备了预白本的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籍 送给暑假来参与的活动的小朋友 寓教娱乐丛版童趣 节奉风墙事务长报道